大家好,朋友,我又来科瓜了 最近,披荆斩棘的哥哥住在了热素上 大湾区哥哥团成了人气C位 为什么?比起别人,他们更像在披荆斩棘 首先,普通话是个坎 大湾区的哥们 大湾区组的团,还是要再讲粤语和港谱之间半复试探 其次,他们却实有实力 上台就是一波回忆沙 但论披荆斩棘,有一群人更符合这四个字 他们同样来自大湾区 年轻时风华阶带 如今也光芒万丈 他们就是一代港女 天团披荆斩棘的嫂子 嫂子天团名单 袁永宜,硬彩儿,朱英,蔡少芬 上世纪就是年代的香港,美人渣堆 但嫂子们依然出众 如果要概括,他们的发迹是一个字 闯 你问的问题都好幼稚哦 袁永宜出生于警察世家 家里9个警察 读书时男生都不敢骚扰她 由一任性谅解自知 别人问她为什么去选港姐 她说 我觉得我漂亮哦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靠100分 因为试卷总分就这么多 袁永宜确实好看 甜美不是英气1米7的身高退 幼稚又长 但不是柴瘦 而是健康动感的美 18岁就一举获得港姐冠军 第一部电影阿飞与阿姬 就拿下金像最佳新人奖 袁永宜 第二年心不了情拿影后 袁永宜 对手是老牌天后 萧芳芳叶雨清 第三年金之玉叶蝉蝉影后 袁永宜 打败的是陈冲 吴倩怜王妃 反正当时袁永宜是全港港宠 她拿奖 连陈可欣都在台下疯狂三连 张志玲对师姐袁永宜 就跟高牧警官追美和子一样 全世界都跟她作对 好在这两队都走到了一起 不过后来 袁永宜也吃过大苦头 因为从小被宠到大 脾气不好 她对成龙耍大牌 单方面拒绝就侵吃 拍电影时 因为睡觉被吵醒 在片场指着王金骂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有个新人 袁永宜一天不怕地不怕 结果因为脾气大一度被封杀 不过袁永宜也没抱怨 叹道反思自己的缺点 靠演技迎来了事业的复苏 你别忘了 你感觉不出来 蔡少芬 现在讲起她 大多人会想到 乌娜辣辣式遗修 开始瞬间做不到 以及 乌拉辣辣式遗修 但年轻时的蔡少芬 绝对称得上荣貌倾城 15岁参加香港超级摩托大赛 宣言是 我的臭 我的臭小芬 有的人有发妆 自己来打得漂亮 反发妆都这么漂亮 装得好看 放狠话都有自信 不像我有一个朋友 没化妆就不好意思跟人吵架 三少芬17岁 参加港姐比赛 拿到季军 身边的嘉宾讲过话头 她也能谈吐 自如落落打方 哎呀 我挺爱的 我太太一 后来进入影视圈 第一部电视剧 《风之刀》 就搭档顶流郭富城 她在天文演玩弄人心的 病娇女 还玩啥人心啊 姐姐 玩卧板 当然最经典的 还是大华西游里的小甜甜 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 叫人家小甜甜 现在新人胜旧人 叫人家牛夫 25岁那年 她就凭借妙手人心 拿下TVB最年轻时候 当时她和萱萱 陈慧珊 郭可宁 并称TVB四把花蛋 几乎每一部热播港剧都有她 但如此风光的演绎时 其实也是蔡少芬 和原生家庭的抗争时 她母亲极其烂赌 蔡少芬15岁时 母亲就替她报名 参选港姐 想靠她挣钱还债 17岁那年选港姐 也是她母亲自作主张报的名 因为当时未成年 TVB只好跟她母亲 签了一人合同 工资也是直接汇给母亲 但当演员的钱 也不够还赌债 蔡母就把女儿 介绍给富商刘兰雄 两人交往6年 据说期间 刘兰雄为蔡母 还了超过1亿的赌债 期间蔡母不是没有回恨过 但都是突着拿起菜刀 要剁手 转身又上了赌桌 蔡少芬当着明星 却连水电贝都交不起 最后她终于忍受不了了 开记者发布会 宣布和母亲断绝关系 虽然错不在她 但她一直对这段经历 耿耿于怀 遇到张介后 她也从不否认过去 感激她的包容 所以我真的很 感激她的 你明白吗 但也不卑不亢 说实话 很多人喜欢我的 如果有人欺负你呢 就报我的名字 从今天起 我叫盘斯大仙 蔡少芬和另一位 披荆斩棘的嫂子 朱英呢 是同年出道 因为拍大话西游才认识 不过当时还不太熟 后来才进化为 失恋会爆头痛哭的朋友 到现在20多年了 都要手管手 互损互夸一条龙 所以说披荆斩棘的 嫂子团感情也是很好的 并不是所谓的 塑料姐妹情 毕竟两人的事业 不需要捆绑 各自就能辉煌 朱英不但是 黄冠中的梦中情人 当时也是港片界的神话 五大经典动图 朱英眨眼 张敏回眸 青霞喝酒 祖贤穿衣 书贞雕牌 朱英眨眼就来自 她演的紫霞仙子 1999年黄冠中 去香港演艺学院表演 一眼就看见台下 观众有个漂亮的女孩 对她一见钟情 这是朱英自己 不知道 黄冠中却记得 这种情节 如果出现在偶像剧里 明星爱上小歌名 是吧 就很狗血 但一看女主 朱英 那没事了 我磕 朱英只记得另一件事 两人第一次约会 就被狗仔拍到 但不管狗仔怎么拍 黄冠中都光明正大的 牵着他的手 这让朱英很感动 也很有信心 再看看那些 被拍到马上撇清关系 死都不肯公开的男星 当时朱英还在香港 演艺学院戏剧系念书 没毕业就出演了 陶雪威龙2 拿到金像提名 又拍了射雕 跟袁勇姨老公张志玲 搭戏演郭靖容2 所以说大腕曲 确实是个曲 紫霞也真的找到了 身披金甲身衣 脚踩西踩翔云的盖世英雄 在当年动辄港姐 TVB事后的美人堆里 硬彩儿似乎没那么显眼 但她的经历也很传奇 如果当初硬彩儿 选择嫁入豪门 现在跟向左结婚的 可能就不是郭碧婷 而是硬彩儿了 硬彩儿17岁 参加华裔小姐 选美比赛拿到亚军 回香港度假时 参加中国新招考新人的面试 被向太陈兰 向众签约 被外界视为向家 亲定的儿媳 她一出道 就和刘德华拍最首戏 在确胜2里 演自摸天后 但硬彩儿对自己的 星途认识也很清醒 还不止一次说 自己是搭上了 港片黄金年代的末班车 后来和拍片兴起 香港男艺人 嫁内地女艺人成为标配 港片女神的辉煌 也就渐渐没落 他和陈小春公开恋情时 当时媒体的标题都是下架 婚后硬彩儿被问 会不会为爱情牺牲一切 硬彩儿也直接说 不会 硬彩儿模仿陈小春臭脸 也是唯妙唯笑 陈小春不止一次表示 是我嫁给他 管他呢 甜就行了 除了袁永怡 蔡少芬 朱英英才儿 披荆斩截的嫂子 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社交达人刘嘉玲 隔社孔梁朝伟 有人问他当初 怎么不去选港姐 他说当时DVB议员训练班主任 刘方刚能保送他进前十五 他当时粤语不好 入选港姐的话 拍电影可以不用原声 找人配音就行 刘嘉玲反问 可不可以有季军 可不可以第三名啊 看似冒精 实为玩具 能摆在面前的捷径 他宁可不要 班主任让他回去好好学一年粤语 明年再来考无限班 刘嘉玲说自己一定会学好 怕他说话不算数 还让他打了张字条 能做出这种选择 其实很不容易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黑道横行 人人自危 很多香港女星 只能期盼嫁入豪门 来换取半生安宁 披荆斩折的嫂子们 却没有这么选 朱英就打过一个比方 如果你家里有钱 很多东西 你太容易得到了 那他怎么会叫故人呢 他们凭借超前 于那个时代的勇气 创出了今天的天地 大胆承认自己的虚荣 也不忌讳自己的表达 被传三角绯闻 就直接在金马奖的黄金时间 大大方方挑战 我会选 梁小伟跟刘嘉玲 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 安利披荆斩棘的云 要却更想 聊聊披荆斩棘的嫂子 这些女演员的经历 之所以精彩 不是因为婚姻缘满 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够酷 不屈从命运 不服从全力 才会遇到 和自己一样精彩的灵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